因为不满包商断头时的修剪数目 屡屡引发互数团体的抗议 而在市议会开议期间 也多次成为议员质询的焦点 到底数目修剪该怎么修才是正确的 市议员陈信瑜和张丰腾就特别召开公听会 邀请公民团体和市府各单位共同讨论 希望凝聚共识化解争议 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踊跃出席公听会 为的就是要将饱受争议的数目修剪方式 做充分讨论 市议员陈信瑜和张丰腾 希望透过公听会 让高雄市的修剪规范 更符合地方需求和环境正义 那么我就希望说大家今天就探索议员 待会讲公布跟公布局也会做一些说明 我们先不要去讲新加坡跟日本的案例 为什么其他的现实 我们高雄市一定要这样做 针对这样的修剪我们也不只讲一次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做法 必须要重新来大家讨论 要公民参与 这修剪规范要怎么定定 不是施政不说了算 应该是大家来讨论 这个修剪规范应该是修剪 在什么样的状况 要有一个规范 因为波满高雄市旅船断头市的修剪 造成公园大叔哭死或被移除 护述团体希望市府主管机关 能倾听专家的意见 修改不合时宜的法令 营造更友善的绿地环境 他把下面剪光光 或把中间剪光光 剩下尾巴一小撮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应该要明文禁止 但是高雄市却没有 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公厅会 可以达到一些压力 让市府知道说 其实台北台中台南美国香港 他们都已经明文禁止 那为什么高雄市做不到 与会专家也提出 有花园城市支撑的新加坡 不但有成立专案委员会主导政策 并且配套推出玉木师制度 从公家土地到住宅区等各项建设 都达到一定程度的绿化 可作为高雄的参考 希望市府能重新检视 现行的修剪规范 化解争议 港多新闻总和报道